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当然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 光荣地成为了一名警察 这时候的警察吧 就是吃着公粮的蛊惑仔 每天收拾保护费 吃喝不给钱 初来乍到的雷洛呢 坚决不同流合污 作为一个正直的小青年 雷洛认为 自己吃饱就可以了 雷洛的这种行为啊 得到了上次大叔的称赞 虽然吧 没钱 但也是能聊妹子的 雷洛的妹子 呵 别漂亮 可惜啊 光有妹子也不行啊 妹子他老爹不同意 隐磨的办法 老丈人对雷洛发话了 没有五万块 妹子送走 嫁别人 而当时的警察 月收入才百来块钱 五万对于当时的雷洛来说 是个天文术词 不贪不抢 都比脸还干净 雷洛是这个垂涨了 整个人尾泥不振的 跑来和大叔复苦 大叔劝了一半 有时走了 雷洛一个激动 拿了大叔的枪就去赌场 一把手枪当前压上去 赌场老板一看不干了 我的妈呀 这小子来捣乱的嘛 一伙人上去给雷洛一顿乱揍 大叔知道消息 赶紧去了赌场 警察当时比黑色会矮矮 看着狼狈的雷洛 一口价开出了 五万块的天文数字 大人这事就接过了 不然天天来找赌场麻烦 赌场老板就冤枉了 求警察收手 过两天再来拿钱吧 转眼几天呢 大叔生日宴 雷洛开开心心的进餐家了 警察老瘫来赌场 老瘫呢 是当时出了名的大贪官 才打气酥 黑道白道都敬了三分 雷洛一看大叔受气了 不干了 和老瘫上去一顿斗嘴 他们嘚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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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下都赢 雷洛乐拍了花 开心的嘴还没合掌 却惊了 家里起了大火 自己家和妹子一家都烧死了 妹子人也失踪 下落不明 这对于雷洛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钱有了 人没了 这也让一个政治青年 开始面对现实 这一天 英雄救美 救了一个嫦娥妹妹 嫦娥妹妹她爹呢 是个有钱人 人美钱多 这雷洛看了 心脏又 砰砰砰砰砰砰的乱窍 可是啊 救美又惹上了 老瘫的小舅子 老瘫发誓 又玩死雷洛 大叔拼命保雷洛 可惜 胳膊溺不过老瘫这条大腿 大叔被老瘫 逼得提前退休了 雷洛也被流放到郊区警局了 郊区警局没事做 大好青年雷洛 开始了 长鸡长鸭的生活 善良青年小伙 雷洛的命 还是不错的 半个老乡死牛案子 又奉上了嫦娥妹妹 嫦娥妹妹 把老乡的牛撞死了 哎呀呀呀 牛是农村最大劳动力啊 老乡集体 把嫦娥车围住了 雷洛灵机一动 救了美 把嫦娥妹子 抓进牢房 各种聊 对雷洛聊妹子 杠杠的 一稳定情 妹子就到手了 嫦娥妹子她爹 是白老大 自己的心肝宝贝 谁敢碰 抓住雷洛一顿逼问 和我闺女 你是真心的吗 雷洛当场表示 对嫦娥绝对真心啊 那是情真一切 绝对绝对 不是看你的钱吗 白老大一看 小伙还不错嘛 钱我有了 女儿嫁给你吧 对她不好 我灭了你 这天呢 白老大为了给女婿官复原职 准备了厚礼 约老瘫来和解 看在白老大的面子上 老瘫勉强接受了歉意 自此以后 在老丈人的支持下 雷洛的工作是各种顺利 80万买个探长来当的 1957年香港九龙大暴动 全香港警察 没日没夜的忙 雷洛看准时机 合理调配人手 各种案件处理的是 井井有条 坐起室来 绝不啰嗦 安安稳稳的坐上探长之位 雷洛办事不在华下 做探长那叫一个得心中手 我的地方重新立规矩 一切都按我雷洛的规矩 保证小日子和和乐乐平平安安 有钱大家一起摊 和和睦睦 赚大钱 雷洛这个事业顺利是家庭美满 大叔这点却出事了 退休后的大叔做了保安 被老板儿子聘去赌场做保人 老板儿子跑下留下了大叔 一个人在赌场 赌场老板抓紧了大叔 威胁雷洛 雷洛一人赤手空拳 闯进防救大叔 哎呀妈呀 这雷爷现在牛了呀 要救大叔可以 你当初要五万 我得五十万就放赢 看不到钱坚决不放大叔 雷洛空手和歹徒连番搏斗 命拳一线之剑 拿到手枪 击毙了罪犯 保住了名 连续打倒三个匪徒 终于救出了大叔 老他一看 匪徒死了 心想 这匪徒也太面了吧 杀了雷洛再死呀 赶紧上去抢功劳 起到匪徒还没断气 老他被匪徒咬坏了耳朵 雷洛哈哈大声 事情终于结束了 时间飞快 到了警局年终总结 老他的下区 事故频发惨被批 雷洛的下区 却天下太平受表扬 这回老他眼都气绿了 时隔多日 外籍油马区的探长要退休 这块区域是出了名的肥沃之地 老他和雷洛看着这位子都想坐 两人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老他不惜勾结毒品卖家制造假案 来提高破案率效果 雷洛和妻子看京剧 京剧里巧遇前女友妹子 原来当初前女友被送去了大陆 躲过了一劫 几年之后 妹子带儿子回到了香港 雷洛看见吃惊不已 雷洛和前女友如此有缘 将会有何因果 雷洛是否能坐上探长之位 一切答案 近代武艺探长雷洛第二部 这部电影是上架部组成 开启了电影续集的先河 演员阵容强大 各个演技到位 爱看老片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经典中的经典 绝对叫你看个不后悔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Muah